在我关注的人当中啊 有一个人叫黄岐范 是重庆市原来的副市长 过去的上海浦东官委会的主任 是一个具有经济学家的头脑 又有实际工作者 当过地方官员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人 他最近在谈到新制生产力这个火爆的概念的时候 他讲了一件事 这我很有期盼 他讲现在咱们是经常说美国人脱时向虚吗 产业空气是话 但是美国人的脱时向虚呀 我们必须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他认为我们常说美国的服务业占美国GDP的80% 并且以这个数字为据就论证美国脱时向虚 说美国全是泡沫 黄岐范说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 那就是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的总量当中 差不多有13万亿美元是生产性服务业 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 知己知彼嘛 我们要增强自信很重要 但是你弄不清实际情况概念都不清楚 那当然不行啊 美国GDP当中有13万亿是生产性的服务业 它跟制造业相关呀 是高科技的服务业 在这一点上 我们有短板 而人家有长处 你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向美国学习 这两个东西并行不备 为什么老有人骂死骂难反美 我不接受你封给我这个头衔 什么叫反美呀 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向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 那完全两个问题 你现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这一条你和美国对比 我们的短板很明显 中国在2022年GDP当中 制造业增加值不少了 27% 服务业增加值是多少 52% 但是黄其帆说 你们注意了个数字没有啊 52.8%里边有三分之二是生活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那就是说 咱们的生产性服务业 占GDP的比重 只是17%到18% 人家是52 我们是17 18 你看看 这差距大了吧 令宁说 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我们讨论任何问题都需要具体化 而不能摇一个概念就完了 我之所以对某些人自己喜欢传概念 然后呢 虚设靶子自己上去打 这种做法看不惯 就是因为他那概念下面没有实际内容 他拒绝跟你讨论具体内容 比方说 他上来就给别人定义极左 那到底是说的什么东西呀 就像美国托试相续这个概念 我们要深入到具体的层面 来讨论生产性服务的概念一样 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就必须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你这条搞得好不好 能不能行 直接决定能不能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 把制造业相关的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 你搞得上去 搞不上去 搞不上去 这就不行 咱们国家统计局 有一个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分类 至少2019年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 生产性服务业 包括为工业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和其他的技术服务 运输也算了 通用航空生产算了 仓储也算了 邮电快递也算了 信息 这十个板块和制造业是强相关的 制造业的各种附加值 服务性的附加值 都是由他来代表 这些东西如果不到位 那你制造成本就达不到高端化 现在咱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 占全球比重30%或者接近3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与制造业墙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 相对来说比较滞后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 位置不高的根源就在这 我们是全产业链 产业集合效应非常强 我们什么都能生产 但是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 位置不高呀 黄启帆还打了一个问题 这也比较要命 咱们的服务贸易 结构比例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太同步 中国服务型贸易出口 2022年2.85万亿人民币 一半以上都是生活性的服务业的出口 中国有三万多亿人民币的服务贸易进口 进口的基本都是生产性服务业 大部分不是中国贸易公司 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 而是给在中国的那些外国服务贸易公司 做的生产性服务业 是人家输入到中国来 生产性服务业对那些外资企业的 咱们输出的都是生活性服务业 咱们进来的生产性服务业 但是生产性服务业 不是和中国贸易公司产生联系了 而是为外资服务 黄启帆点名了这个问题的要害 黄启帆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你培育我们现在说的限制生产力 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国的服务业的 至少一半以上 美国人是一半以上 是生产性服务业 这样整个GDP板块中 生产性服务业 你要现在努力要达到30%吧 如果中国的服务业 占GDP的60% 60里面50是生产性服务业 整个GDP板块当中 生产性服务业就能够占到 GDP30% 即使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们跟欧洲比 人家40 跟美国比 人家50以上 我们还是低的 现在因为咱们还不到20% 这落后也有好处 落后就是我有发展后劲啊 如果增加10个百分点 从20增加到30 现在咱们120多万亿的GDP来说 那就有12万亿 如果服务贸易也增加 那现在12%的比重增加到 全部贸易总量的30% 那就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中 服务价值能够达到 中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一半 这就是新制生产力制造业的方向 结论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去了 新制生产力的制造也就上去了 黄岐帆是一个很具有理论思维的头脑 又占用在全局高度 并且善用数字说话的 这么一个地方领导干部转型的 中国经济的研究专家 我向朋友们推荐黄岐帆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他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西区居民斯巴南 再见 感谢观看